他咋都在里面 结果烧掉了全部 屡败屡战 不服输的他 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策略 一举扭转败局 我当时想 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视频 拍剧 让客户相信 我这个机是活的 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又如何跨行业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呢 欢迎收看《志不经》 安徽设县的叶家凯 出身农村 从小就想通过上学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毕业后 在浙江杭州开了一家公司 一年有30多万元的收入 到了2012年 他不想开公司了 要回家 做父辈认为不赚钱 不愿意做的事 种丧养鸡 叶家凯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 从2012年开始 在这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 这件事吸引了外面的很多人前来叹齐 他的鸡窝都架在树上 我们当地的好多老兵觉得他好奇 觉得这个小伙子 好像在玩什么 好像做把戏啊 因为我伦村都觉得不是一个笑话嘛 第一次听说 以前都是觉得鸡就在鸡卷旁边下蛋 我上次去捡鸡蛋 看那种鸡的时候会下在那种树上 第一次去他那里才看见 我以前还觉得不相信 因为我们这里鸡啊 它的野性比较足 喜欢都是在树上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鸡窝又是怎么能在树上的呢 记者也很好奇 一到农场 叶家凯就带记者去一探究竟 这是我在挂在空中的这个产当的一个篮子 就是我们这个鸡啊 特别喜欢在这个空中挂的篮子产当的 因为我们这个鸡都是纯放养的 八树跑 而且它野性比较足 网上呢都住在树上或者架子上 所以它喜欢在比较高的地方 比如说生活啊 或者在产当的时候 或者在这个挂在树上这个篮子里产当 有时候一把抓下去 抓的都是鸡粪也有可能 那还有一个 叶家凯养的绿壳蛋鸡野性大 在鸡翅和树林里放上悬空的框子 鸡就能够在框子里下蛋 这是叶家凯扬机的一个亮点 曾被媒体多次报道 叶家凯也成为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 带动了很多村民一起致富 而2011年叶家凯刚回老家创业时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连他的父亲都不看好他 我说像你这样子搞这个东西 要发财 到我孙子我不知道看得见看不见 我说跟他讲 投资那么多钱 那一些荒商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大家都带着疑问的 对不对 但是确实带着疑问的 仅用四年时间 叶家凯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 他回家乡创业 到底看中了什么商机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叶家凯从小家境贫困 上大学的学费 还是亲戚朋友凑的 2001年大学一毕业 叶家凯就外出打工 凭借勤奋和努力 2008年叶家凯在杭州 成立了自己的广告代理公司 一年能挣30多万元 日子也越来越好 然而2010年 叶家凯回老家干了一件 大家都觉得很反常的事 人人不中的桑树 他却视为珍宝 为了中桑树 他瞒着家人转让了自己的公司 投资100多万 承包了一座老家人都不看好的荒山 我当时认为做这件事 可能是至少成功率90%以上 大学毕业之后做很多事 我都感觉我这个人做事还比较顺 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或者困难 一直比较顺 叶家凯的老家曾经是养残区 后来养残不挣钱了 许多村民都放弃了养残 村子里几百亩的桑树就荒废了 当村里人听说叶家凯要种桑树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家里的酸素很多 我觉得六七亩地都是酸素 都放掉了都没用 现在你还在酸素 只有我们当时也有一点好意 我想这个东西真的能赚钱吗 我们这个村以前都是养残的 这么多酸果都没有利用 然后都觉得它这个能成功吗 在农村那个年代不能讲赚钱 只能是讲可以赚一点有米才钱的钱 一记下来卖个几百块钱 只能是赚一点松火零钱 大伙都不看好的事 叶家凯为什么要干的 他看到了什么商机 2010年11月份 叶家凯大学同学聚会 无意间和一个做药材生意的同学聊天 叶家凯得知 在老家人人不中的桑树 却在安徽博州药材市场上 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叶家凯跑到药材市场考察 他发现 三果在当时的药材市场上 不仅需求量很大 价格也很高 在市场里看到有一个三果 就是我们这边叫三叶萌萌 但是我们当时想这个三果 家里大数都是 为什么我 我说都没人去收 那我就想 我说这个三果 我想这个项目能不能启动起来 传统的三果 是由普通的三树 叶润萨生产出来的 这个生产出来的果子 一个是产量比较低 口感也刺一点 口感不是很好 然后构图也比较小 就是品相不是太好 我们现在是专用的果三 是从那个三树里面 生润出来的品种 它可以做到 品种产量高 高一点的 膜长可以达到四五千斤 然后口感比较 口感也好 然后那个三果的重量也重 就是个多大 品相好 叶家凯很兴奋 他回老家包了五十亩地 又和几个朋友合伙 花了五万七千多元 从外地引进桑树种苗 而在引进桑树的时候 叶家凯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 比三国更值钱的东西 姜蚕 市场上看了一下 有这个姜蚕 姜蚕我们这边 就是说有时候会得这种病 就是养蚕 会得这种病 但是也没有人去收这个东西 作为药材 有时候得这种病 就把它埋了 那我回来 就到网上搜了一下 我说这个姜蚕好不好养 但是按照书本上 理论上东西的这个姜蚕 确实很好养 很好做 但是我们就年轻气盛 就死心一下 花了 刚开始定金就付了十几万 把它一付 一付之后 我就开始搞了 姜蚕是一种中药 是家蚕四到五零的幼虫 感染一种 名叫白姜蚕的病菌致死 而形成的干燥体 我国很多养蚕区 在养殖时都会产生姜蚕 药材市场优质的姜蚕价价格 在七十多元一斤 叶家凯买了一些养殖江蚕的书籍 开始研究 同时跟村里四十多家农户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 农户把蚕养到四零 叶家凯以高于市场价15%的价格收购 2011年5月 叶家凯花了二十多万 收购了四十多家农户的残 按照书本上的操作步骤 他买来白姜蚕菌种进行人工接种 本来两天之后就能够变姜蚕的残 结果都腐烂了 全腐烂了 就是说整个整栋房子在大概一百米之内就闻到它那个腐臭的味道 那时候那种心理真的无法形容 就是姜蚕是怎么样的情况才会产生姜蚕 一个就是说它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它的病源 那么白姜蚕的病源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就是跟它的养蚕的季节有关系 特别是湿度那么很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在大面积要能为养的话 可能是主要是从这个卷的军员跟它的气候的温湿度的控制上面 那么来做这个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残区搞这方面的东西 要防止它要扩散出来 防止到这个病扩散到这个 它本身是养蚕菲来几简直的 结果你白姜蚕菲到处都市了 那你这个影响人家的这个生计了 从没有养过残的叶家凯 按照书上的理论进行养殖僵 刚开始创业就失败了 赔进去二十多万元 叶家凯没钱了 三果树一年以后才能结果 两年之后才能达到胜果期 他想找一个周期短 见效相对快的项目来做 填补资金空缺 2011年9月的一天 叶家凯跟一个卖茶叶的朋友聊天 让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因为他做产业 他要每年那个量 他也不多 他就做中高端 他就给我这个触动很大 所以我就选择了跟他这个 差不多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中高端定位 2012年3月 多方考察后 叶家凯发现 绿壳氮气品质好 市场前景不错 他从江西购买了 一千只绿壳氮气苗 在桑树林里放养 在杭州开广告公司时 叶家凯经常在自己家 养的鸡和鸡蛋送给朋友吃 朋友们都很喜欢 叶家凯想从自己的朋友圈开始 销售自己的绿壳蛋鸡和鸡蛋 让他高兴的是 还有人给他投入100万元 成为了他的合伙人 那么我们家里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 那么买过他们的农产品 所以呢 因为也是买了比较多 对他们的这个产品很认可 那么也通过电话联系 就是通过这样子 原来是从顾客 就大家成为了一个朋友 大家都觉得去弄个农场 大家投点钱 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很快叶家凯便通过朋友圈 在杭州建立了一定的客户群 叶家凯信心满满 2013年3月 他又引进了8000只绿壳蛋鸡鸡苗 然而2013年下半年 活禽销售市场突然低迷 市场上虽然有冷鲜鸡出售 但是很多市民却怀疑 到底这种鸡是不是活鸡杀的 2013年 那个杭州出台的这个活鸡 不忍进入这个杭州市场 那杭州市场呢 就是说我们当时也是送活鸡的 那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可能停止销售了 叶家凯当时的销售 主要集中在杭州 很多朋友也不敢从他这买鸡和鸡蛋了 这让叶家凯很头疼 必须要留住客户 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的叶家凯 受到电视上一条食品广告的启发 有了新的销售思路 以前做广告的嘛 可能对这一块比较敏感 所以我当时想 我能不能就是说通过这个视频 拍去让客户相信我这个鸡是活的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呢 就是在一个月之后 慢慢的有接单了 叶家凯用手机把活鸡拍好视频 从网上发给以前的客户 客户确认之后 叶家凯再进行宰杀 同时每只鸡还有一个特殊的辨别方式 他认可这只鸡 然后会把重量告诉他多少 比如颜色都会告诉他 那比如说他让他自己说 是剪哪个鸡的哪个指甲 我们就比如他剪中指 我们就把中间那个指甲把它剪掉 那你要是剪中指的话 那你可以再换一只也可以剪中指 因为我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剪中指我不可能每只鸡都把它剪掉 因为在拍之前 重量和这个肤色都告诉他了 比如他也是黑色的 毛也是黑色的 那他要求剪中指 中间指甲 那我们把它剪掉 假如说假如是死鸡的话 不可能每只鸡的重量都有那么均层 半个月后通过视频卖鸡 叶家凯逐渐赢得杭州市场上消费者的认可 并打开了销路 杭州上海等地很多小区公司 也陆续订购它的鸡和鸡蛋 所以有些也就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情 这样来吃吃吃 然后他们就觉得也还行 就回头个也就慢慢多起来了 杭州大肆轰动起来 要他一天七百只只 他根本供不要不了啊 他供应不出去 就是这个他搞不出来 但是只好没办法有多少搞多少 一直到现在 叶家凯每天都有活机订单 大部分都是当时的老客户 但是对于抓活机来说 有很大的技巧 采访时 记者也体验了一次夜晚抓鸡 晚上你们就是经常就是这样的抓鸡吗 都是网上抓 白天抓不到 都在树 树叶很很很 很深微 看了看不清 我们找一下 我看这树上也没有鸡啊 等一下 这一块应该有 这有一只 这有一只 那怎么抓呢 我爬上去抓 没有工具吗 这个都是树叶 你用工具也没办法呢 看来 停了一只 这是 看来 我看 看来有一只 手电给我拿一下 好 我拿几倍 我这上面看几只看到没有 这里 对对对 这还有两只 三只 三只 哇 哎呦 三只 刚才总共有几只 有四只 四只就抓过一只 这鸡确实太灵活了吧 这个 你上去抓 稍微有点动静 他就不得去跑了 叶家凯每次抓鸡 都要关了手电筒再抓 一位鸡天生有夜盲症 所以一般都是晚上抓鸡 叶家凯告诉记者 他养的鸡野性很大 即便是夜晚抓鸡 你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 那这一只大概卖多少钱 一只我现在卖是160 160啊 就刚才那个那么那么那么小 我觉得大概有一斤左右吧 杀好有一斤三两 也就是650克以上 那这鸡这么贵啊 对 因为我们这个这个这个鸡 它的野性也比较足 都是纯饭养的 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喂的 都是以这个玉米和这个稻穀为主 也就是五穀扎粮为主 这鸡圈不好 嗯 所以看到看到的时候 但是它很都是筋骨肉 为了让更多客户了解自己的中氧模式 叶家凯还经常举办农场体验活动 今天来自社县的十组家庭 在一个小时内 哪个家庭捡的鸡蛋最多就获胜 并分出一二名 同时 如果哪一组家庭找到的绿壳蛋鸡最多 还有更惊喜的礼品 活动规则 只能在桑树林里找 不能到鸡舍去找 一个小时后 有两个家庭取得一二名 这对母女捡的绿壳鸡蛋最多 他们将有五分钟的时间到山上抓鸡 五分钟内抓到多少都归自己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在获奖者的邀请下 并征得了叶家凯的同意 记者也参与到这个抓鸡活动中 这人是 回头回头 回头回头回 回头回 回头回 五分钟的时间 在记者的帮助下 这个家庭抓到了一只绿壳蛋鸡 这个活动多组织的话 对我整个的这个 自己组营的几个产品 比如说这个三果 三叶茶 鸡鸡蛋 整个的在市场上 可能这个销售 销售的中间呢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通过他们这些 来实地体验 考察 参与到里面去的人呢 通过他们去宣传呢 也许比我们自己去说会更好 叶家凯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仅让消费者购买放养的绿壳鸡和鸡蛋 更是想让大家来农场了解这里的三果 因为三果才是叶家凯看好的大商鸡 养鸡只是为了发展三果种植 提供资金支持 这只是他曲线救国的策略 2014年的一天 农场发生了一次活灾 把叶家凯带入更艰难的境地 但也正是这次毁灭性的活灾 却让叶家凯有了意外的收获 那个时候真的他都哭了 里面还财产都在里面 什么东西都摆在房里两层楼 随了随到楼上 底下都是窗库什么东西 结果烧掉了全部 当时我也知道不得了 如果这个头子这么大 在于消费 这个心情总是不是这样子 那一个房子都烧掉了 怎么办 船舖啊电视机啊 什么的地方上 全都烧光了 再还有几千块钱 发到里面都烧光了 这以前本来是个 有两层的 有两层呢 就是去年三月份呢 就一次意外 可能失火 把整栋楼都全部烧了 然后这里还有被烧坏的一些痕迹 那当时失火的原因你呢 失火原因呢 是从楼顶上开始烧的 最后最后调查 它的结果呢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线路老化 或者那个线路短路引起的 本来就想做出成绩 让父亲和家人都满意 可却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也加开很失落 我不能这样子放弃 假如一放弃 我所有的东西就等于说 我自己给自己打问号 我会让我爸更怎么说 就不能说看不起吧 就让我爸对我这个回来创业 他更不支持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 经过这件事以后 叶扎凯和父亲深谈了一次 父亲也开始理解儿子 而且全家人都搬到了基地 帮助他重建了基地 叶家凯回乡创业 从家人不理解 到现在全家人在一起同甘共苦 这是他最大的欣慰 2015年5月 叶家凯的桑果丰收了 叶家凯邀请了150人来基地采摘 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火爆 来了800多人 一次销售额就达到了5万多元 加上外卖的8万元桑果 一天就卖了13万元 同时叶家凯也在开发桑叶茶 桑叶酒 他还与一家外地药业公司达成了合作 他提供桑果开发桑盛高 从2014年5月到2015年5月 叶家凯的销售额达到300多万 还成立了社县七妹养殖合作社 带动农户一起养殖绿壳蛋鸡 逐渐形成种植桑树和养殖绿壳蛋鸡 相结合的立体重氧模式 那像叶家凯这个情况 他通过回箱创业 把山树综合利用起来 这个应该说是一种篡局 他这个篡局 如果说成熟以后 在我们社县应该很有推广价值 把我们这大量的山树山源 都可以盘活起来 综合利用起来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会向前走 包括天灾或者人祸 比如说像野草 我们火烧了 还能发出嫩芽 人才了它还能发出嫩芽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精神 一直传承下去 采访的时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告诉记者 果仓行业是个新兴产业 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他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种植果桑树 既要选择合适的品种 还要选择适合种植的环境 还要有熟练的病虫害防治技术 不要盲目上马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制服经 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这是一次艰苦的寻找 状况不断 他寻找的到底是什么 又是如何靠这样的寻找 占领一个产业的高地 看28岁的何鹏飞 六年令人称奇的财富之路